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拉好吃 情人節快到囉 想不想親手做一個櫻桃巧克力布朗尼給你的愛人呢 我們今天就來示範看看 如何自己製作櫻桃巧克力布朗尼 需要什麼材料呢 需要的材料有 西芹模具 無鹽奶油100克 吉利丁2克 香草糖漿 巧克力100克 雞蛋4克 糖粉25克 中筋麵粉100克 首先我們將奶油攪碎 然後打散 建議先將奶油放在室溫軟化 會比較好處理喔 同時我們將吉利丁片泡冰雪 等待軟化喔 接著我們將糖粉加到我們的奶油當中 攪拌至光滑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分離我們4顆雞蛋 我們這次是要將蛋黃跟蛋白分開來做備用喔 然後我們在奶油大中加入少許的香草精 接著我們將蛋黃分4次慢慢的攪入我們的奶油當中 奶油就可以放在一旁備用囉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我們的巧克力 巧克力很簡單 就是用刀子將它切的碎碎的就可以囉 切碎好巧克力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到微波加熱大概40秒讓它融化 再把融化好的巧克力加到我們剛剛的奶油蛋黃裡面 然後我們來打發我們的蛋白 把糖粉加到我們的4顆蛋白裡面做打發 這打發的動作呢需要有一點點的耐心 我們讓它打發至蓬鬆感就可以囉 大概就像畫面這樣擺擺的就可以了 我們再把打發好的蛋白呢 分批加入我們的巧克力奶油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麵粉過散加入我們的巧克力粉當中 過散過後我們做一個均勻的攪拌 攪拌好過後我們準備入烤箱囉 將我們的巧克力糊呢 倒入我們的愛心的模具當中 用上下火烤50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處理我們的櫻桃醬囉 櫻桃醬很簡單 我們將櫻桃去籽過後 倒入我們奶鍋跟加入少許的砂糖 加入少許的雞滴丁過後加熱 讓你的櫻桃軟化 然後放到冰箱冷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另外準備100克巧克力 加入鮮奶油 微波加熱讓它軟化 這部分的巧克力是要淋在蛋糕上的喔 出爐的愛心蛋糕好囉 我們將布朗尼對切 對切好過後我們將冷卻好的櫻桃醬 我們將均勻塗抹在我們的蛋糕上面 哇 自己做的櫻桃醬看起來就是特別療癒好吃 蓋上另外一塊蛋糕 我們準備淋上我們做的巧克力鮮奶油囉 哇 淋上巧克力鮮奶油過後 我們來做一些些裝飾吧 裝飾的部分呢我覺得可以運用自己的創意 我們這次是採用杏仁片 將杏仁片撒滿在表面上 我們再撒上少許的糖粉做裝飾 將將 我們選白的櫻桃巧克力粉你就完成囉 你也可以自己動手做出一個可愛的蛋糕給你的愛人喔 喜歡我們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掰掰 我們不 oftentimes會遷就好 我們下集合 glucose 我們下集合